我是做人家資源 我覺得因為我和大學做很多義工 做他們的導師 應該將這個概念在入大學 因為我都去過前海見到科技大學 其實在大學很多學生還未具前海的形式 假如他們由大學裏面做一些大學的項目 進來發揮前海 全海是一個很少年輕人發揮夢的地方 夢想 所以我會提議給局長 也都給Gryman 應該由大學開始請他們多些發揮 我都知道在做緊張理做了很多教材 這是我的夢想 由這樣開始就一定令到他們畢業學校 不會抗拒 不會想到內地的細心家是不是不好 還想到那些這麼老套的問題 他一去一定會喜歡的 我就希望做他這些 或者我跟著阿Bergini說的 作為香港港資最大的金融企業 其實我想我們自己都在三鎮準備著 開辦一些類似金融人才的學校 其實就是兩地人才可能從一些 類似一些rotation 或者類似一些參與的交流 可能在這邊工作一段時間 也都在香港工作一段時間 其實在香港很多的中資機構的子公司 特別是金融機構的融資公司 已經進行著很多這些中港人才 在香港還有一段時間 在深圳還有一段時間 可能在前海 我們也可以在香港的網資機構 可以參與多一些這些人才 這裏做本年 Ccommon的角度 可以認識這麼多 我們要掛握職人 Ccommon 好 Bicca 梁先生說這句話 我也想補充一下 其實這一種都是我們進行學院 最近用得比較受歡迎的形式 就是我們叫針入食學習 你這個可能就只是attachment 但我們現在有些做法就是 其實一些特定的企業 它就提供一些類似是 好像placement 但不完全是 其實是我們一些公開課的學生 其實是來自不同公司的 就進去公司合作和他們做一些項目 那這些其實是一個教學商場 就是公司又可以接觸到外面的一些學員 運學員又可以了解公司 合作了一些項目 那這個呢 這個形式我們現在都有做的 那有些跨界這樣做 有些就是一些商業的企業 和一些社企 或者是NGO 跨界去做類似這些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因為譬如說 如果我們想吸引多些香港的專人才 上內地 其實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給他們 有些體驗 因為呢 聽就聽很多了 但是你真的走過一步呢 可能你不感受呢 始終都是有些叫做疑惑的 可能感受完之後發覺 可能甚至比想像中好 那我覺得這個體驗 都是一個形式 其實我可以再談 但是我們自己在香港本地 都有些類似的項目 反應都相當好 那跨境就可以想想 跨境我們都沒有 本地我們有 有些類似的項目 那這個我順便馬上講過 其實我們前海已經做了兩年了 就是暑假的時候呢 就是有個大學生實施計劃的 那這兩年呢 都大概有三百名的大學生左右 分了兩期 每期大概一個月左右 就是 四個禮拜 前、後、四個禮拜 就在前海 或者跟前海有關的企業 包括深圳 深圳市機場 這些地方 第一年還有騰訊 華為 香港銀行那裡 那全部都是我們管理局 其實是跟香港文件事務局合作的 就用管理局去找了一些企業 找了一些位置 就跟香港各大院校去做 但是那個take up rate不是高的 老實我 我其實挺失望的 我們很辛苦 第一年找到五百個位置 最後呢 只有三百人進去 所以第二年那些企業 就沒有那麼積極 我給的位置也沒有 所以如果PC有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想一下 我覺得 因為那班校生 我們之後去訪問他 民政事務局 還有林寧偉 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 都去 是很possible 也都很奇怪 有些甚至是香港人在外國讀書 他特地 其實外國是有 這些委託的 他特地回來香港 為了去申請去深圳 因為他說 我記得那個小妹說 在英國讀書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我很大機會 將來我的機遇 在中國 所以有這樣的機會 我聽師兄說 有這樣的事情 我特地回來香港來報 但反而香港學生 不知道為什麼 就興趣不大 可能我們比較多機會 所以這個我想可以想一下 好 不好意思 我先休息一下 幾位繼續 我發覺 除了金融業 有很多的專業資格 資歷的認證 互通之外 其實我想 在其他服務行業 其實都有一些 的資歷的互通認證 如果 這裏可以深化多些時候 譬如 香港的人才在前海工作 其實他的資歷資格 是可以繼續計算下去的 那兩地一些 共融的資歷認證 我相信 是有助打通那個人才流通的 好 不好意思 可以和各大院校 講 我們昨天 我不用說 是的 謝謝 那就是 每區的中間 或者這些中間 都會延續 可能 會延續 還有我覺得 會把這個位置縮小一點 我可能覺得 那些民進人都想 暑假用的 行動 譬如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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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些 譬如說 有其他參觀的 企業 或者這些 可以教他們 都不可以做 他們可以體驗 可能看不到華為 探訊 或者是聯邦 甚至是 譬如 申請教理所 這個可以 兩邊 互聯的 那種工作 譬如可以參觀在香港這邊 或者那邊 這樣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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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最重要 開放 包容 合作 共贏 不單是個人企業 其實是 政府 香港政府 都很大 因為 可能 因為香港現在的環境 令政府更加 不會 是 幫助 香港的 企業 或者專業 打進去內地的市場 更加 擔心 要保護自己 覺得自己 邊緣化 其實越是這樣 就越被邊緣化 其實我們香港人 一直 我們的生命運動 是競爭回來的 我們今天不應該 拍童爭 我們有這麼大的市場 我們就要跟別人競爭 才了解對手 你不競爭 你永遠都不了解對手 永遠都不可以發展 謝謝 好 大 audio 不錯 很討整 恐懇 其實我們 毫無 毫無 謝謝 大陸 憲義 政府 只能 Members 那些人才資源 其實怎樣可以融合到大家 我們未試過是不知道的 我們要答出第一步 好像梁老師提到 競爭 怕會競爭的 你起碼進去競爭才有這個點子 我覺得是這樣 剛才那個心 我們把心進去 你競爭吧 我們怕甚麼 剛才我講到人才的培訓 我只是大膽地說 我和他們好了年 因為你們和我設計了我們黃金的認證中心 我和麥海很相識 那個推廣有這麼好的一個平台 去幫我們香港人培訓 那樣東西 我想要推廣大一點 所以歸歸立我大膽地說一句 我覺得呢 前海自和編區 一個很大的機遇 這麼近我們的鄰居 還有一件事好像今天這樣 非難得 我們廣東話也有 普通話也有 兩個語言一起說都有 是吧 為甚麼 這個文化我們很接近 我們和深圳的文化很接近 我們吃的東西 天氣 語言 其實都很接近 門檻這麼低的地方 讓我們進駐 我們應該去掌握這個機會 我希望大家坐牢起行 那立即聽聖明 聽這些研討會 很有得益 但是你不去走 你永遠都不知道 你永遠都要失去這個記住 多謝